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总要给孩子开点小灶的吧 你看啊 个外语班 音乐班 电脑班 舞蹈班 你看 还有车费 学费 加在一起这一个月也得千万块钱呢 我看又不着 贪多久了 就是 再说 你们家云也不是那种爱学习的孩子 就是因为他不爱学习才要强迫他学习啊 这以后 万里考不上大学的话 总有有一技之长的 哼 再说了 今后你能知道他哪个云才有雨啊 我看哪块云才都没雨了 现在到处都是各种班 以后啊 人人都会 你还给我加点鲜鲜的 一张鲜 吃点天 说真的 我就是不晓得有什么是新鲜的 有什么是新鲜的呢 咦 你叫他做生意 新鲜不新鲜 诶 这倒蛮新鲜的 这么小的孩子 有这样的班吗 还抱什么班 你俩都学习啊 我叫他都有富裕 你也甭我钱 你就每月把房租给我免了吧 这是我那一千块 这也不都是钱啊 以防不是一千块 一个教授一个月也就是一千块钱 我班还要请问你 不是 那您不用全免 您免一半 五百 好吧 五百也不行 五百是一个副教授的钱 这个一两百嘛 都可以考虑 哎 你要教的好 教的不好还是不行 教我是肯定能教好 就免二百 那行吧 免点事点 都当变了啊 就当变了 才免二百 那我也教了 哎 女阿姨 我来教允允当支持人 你看 谢谢啊 谢谢 哎 这个那么谢谢呢 这么小的孩子有学这个呢 哎呀 什么事得从小一起 女阿姨 我也教他 现在做什么都不如做歌星转现做 我也在车厅做过几天 我教他唱 银歌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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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 这是什么啊 老 这是特别老的吗 好好好好好 我明白了 既然你们大家 不这么想教我家音乐 那么我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啊 不快这个价码吧 我看我们要统筹安排一下 你们一个人一个月免购150块钱 这好不好 多了没有了 一般 哎 教不教啊 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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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教了 通过天津国际机场助级举设计 哎呀 刘老师 刘老师 哎呀刘老师 你看我把你们学生带来了啊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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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看了都给你们带来了 哎呀 刘老师 快给老师醒个离 去个工啊 您这是鞠躬啊 不是鞠躬 还是磕头啊 不是 也没让你磕头啊 我先教教你怎么鞠躬 啊 首先你得给我站直 对老师行注目一 啊 然后一弯腰起码得九十度 紧跟着就得这么说 老师好 那你起来吧 快先骗我一个 你不要吵气啊 你看啊 我是真心诚意的把云云给你们带来了 你看看我们商量一下 咱们这个课是怎么上的呀 一个星期十几堂啊 我们还需要准备 就 柳虹 你不要看电视了好吧 是正经事 什么呀 我根本就没同意叫的呀 我也没有最后同意 是不是 起来 你们讲好的 自明差咱俩呢 妈 他们不想叫 我还不想试 你小小年纪 没有一点上进心 你 你 你让我跟他们学 你还想让我上进 您看看 你给我找的这几块料 我上进了 你学坏就好事 什么坏 跟着我们学怎么就不能上进呢 啊 你这学生 我还收定了 我倒看看你学好还是学坏 你看看你看看 刘先生你真是 你瞅人家刘先生啊 一心一意的要收我们驴当学生 我这可不是一心一意啊 每月房租必须减二百 不是一百五 你看看你 别皱眉头 就一口价 成还是不成 你看你这个人啊 你要给人家当老师 还好意思开口要钱 为人师表更得以身作则 您别忘了 我教云云可是做生意 我连这二百块钱都要不下来 我怎么教他人 好好好 二百就二百 那是看待你教他做生意的 您放心 要这么说呢 歌星要钱更好 那我也以身作则 我也二百 好好好 给你二百啊 主持人也不能不要钱啊 我要求一视同仁 好 好好好 一视同仁 你们都二百块钱啊 我们明天来上课 好 走 妈 你怎么都答应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三老师教我一学 你们都怕累死我吧 我知道 你们都想骗我妈的钱 你们要教我也成 没人没愿 给我二十块钱提成 不要问我我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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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上课 呼 小周阿姨 您就害我吧 那又怎么是害你啊 是为你好啊 得了吧 你们要缺钱跟我说一声 三十五十的咱们都好商量 嗯 干嘛非给我上课呀 加重我的负担 这孩子 你怎么都算不过来啊 你在我这上了课 就不用到别人那去上课了 还能学到真东西 多好的事啊 还学什么真东西啊 您好歹算是念过两天书吧 这他们俩一二根就没怎么上过学 还教我呢 让我教他们 我都懒得教 哼 哈 我也懒得教他们 我就教你 快上课了 那小周阿姨 嗯 上次我跟您说的那个 百分之十的提成 就应该二十块钱那事 什么二十块钱 你别做梦了 按老规矩 你应该给我另买礼物才对 怎么惦记从老师本来就不多的工资里 还要外提成啊 我告诉你没有啊 你爱学不学 那我要不学 您不准告我妈啊 哎 我现在就找你妈 阿姨阿姨阿姨 我还是学吧 那您讲的课 得我爱听 我讲的课你当然爱听了 我这么一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啊 外面多了人乌鸯乌鸯排队等我给讲课 啊 我不是就为了你妈每月给我免 你跟那个你妈那人好吗 哎呀 来 你把这稿子给我念一念 给我朗诵一点啊 我听听 怎么朗诵啊 嗯 是不是就像你们主持节目那样的 就是那种 让人听了以后 酸溜溜 麻糊糊 软绵绵的 就像那种 抓着软虫子一样的感觉 行 不是那种 抓着肉虫子 那种 什么虫子也不 你不用抓虫子了 啊 就是用我们的行话说呢 就是要 亲切 自然 哦 那好吧 哎呀 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嗯 你们好 在午夜的收音机旁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夜月明人尽旺 不知秋思落谁家 嗯 愿大家今夜都做个好梦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酸死我了 还行还行还真不错 啊我跟你说啊 这个会播音呢 只是主持人的一个方面 更主要的是 要会主持节目 编写稿件 从总体策划到现场采访 哎 你知道什么叫现场采访吗 是吧 嗯 就是俩人做画筒前 沈凯呗 哎呀 我真是英文 西方那句俗语 没有头脑的人 一切都觉得简单 什么叫沈凯啊 那叫主持人的艺术 是艺术吗 我从来没觉得 当然了 我告诉你了 那是一种引导 一种氛围 一种把握 你要 让的采访者 按照你的思路去谈话 努力的创造一种 谈话的氛围 凑实的把心里话 全都说出来 该说的说出来 不该说的也说出来 哪怕 连老婆孩子都不能说的话 也说出来 哪怕让他说完 回家就后悔去呢 也得让他说出来 也得让他说出来 你那不是害人吗 怎么叫害人呢 这叫工作 特别是 那种婚姻爱情这种题目 说白了吧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别人的隐私套出来 哦 这我倒想学学 怎么套啊 这个啊 他是 你怎么搬学这个呀 这个还很难教 得在实践中学 咱们上第二课 那咱就实践一下了 就算现在是现场采访 也来套套我 好好好 哎呀 那那那那 好 这个咱们假装是画铁啊 咱俩呢 现在就坐在我们电台的观音间里头 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一个悄悄画栏目 你好 董云小姐 这就开始了吧 你好 周欣欣小姐 董云小姐 我们假设你今年已经十八岁了 还没有开始初恋 那么在你的想象中 你的初恋情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就应该算是隐私了吧 不过说着呢也无所谓 我想她应该高大 英俊 有钱 善解人意 除了我 谁都不爱 总之集中了天下所有男人的优点 缺点一条都没沾上 买了你 那我再问一句 那么在你的想象中 初恋情人和你想象中的未来的丈夫 是同一个人吗 也就是说 你想象中的爱情和你想象中的婚姻 是一致的吗 您问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这个很简单 也就是说 有很多女孩子在想象爱情的时候呢 是比较浪漫的 在想象婚姻的时候呢 是比较现实的 而在结婚以后 又去寻找浪漫 碰到挫折以后 往往又不得不回到现实当中 所以在他们的想象当中 在他们想象的一生当中 往往会有不同的三四个男人出现 那请问他们是同时出现还是分别出现 应该是分别出现吧 一开始是一种想象 后来常常会变成现实的 那么很多 那么很多女孩都是这样想的吗 很多女孩都是这样想的 起码他们希望是这样的 那周小姐 你也希望这样吧 我 我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想可能是的 那请问周小姐 你是不是打算分别跟他们好 有这种可能 那周小姐 那你是不是还打算分别跟他们 哎呀 太好玩了 周阿姨 这种想法应该像着您的隐色吧 我怎么让他给套出来了 好 哎呀 哎呀 柳虎姐姐你别闹了 忙着呢 这时间陪你玩 谁跟你玩了 我叫你唱歌 柳虎姐姐你饶了我吧 咱们放入无间 进入无仇他 不能饶你 跟你妈妈讲好的 要不然到月底 就免不了我的房租了 我就不同意你们这种做法 嗯 你不能光为了免房租就无人子弟啊 就你这样 你还叫我唱歌 你会的歌有我多吗 我当然比你多了 不可能 你听这首 说起心里话 你会吗 我还真不会 你不会 那我再给你唱一首 啊 我也想家 你听过吗 没听过 没听过吧 那我再给你唱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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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的老妈妈 一时饱头白发 你会吗 不会 我怎么听的好像都是一首歌啊 看看看 就你还教我呢 连这都不会 还是我来教你吧 那我再给你唱一首歌 说起那实在的话 我 你别一首歌来回来去的唱 你唱的这些都是通俗歌曲 有什么劲呢 我主要教你的是 民歌民谣 中华民谣你听过吗 那是你唱的 人家唱的 可是我也会唱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都代表了 未来几年的歌坛的主导方向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跨世纪的歌手 多学在这方面 没有坏处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坏呢 去年 我爸要先帮人家鉴定文物 我正定巴板的跟他去玩了一趟 行话叫采风 懂不懂 不懂 就你还教我呢 连采风都不懂 我告诉你 采风就是收集最原始的民歌民谣 你们现在唱的呢 都是在这技术上加工出来的 知道真正的信贴有什么味儿吗 不知道 是不是 不是 成林早新唱的那种 还真让你猜着 那你给我表演一个 你看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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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海逃 像青天 追逐量实的岁月 花上漫漫漫山沟 不见我的童年 不见我的童年 这就算是 北方的 前年陪我妈回了趟老家 闲着没事儿 我要在南方采了采风 还顺着写了几首 江南水晶的小铁 还有点意思吗 等会儿我拿个小本记下来 你想学呀 还不想教你呢 嗯 除非 你得把你免的房租 分给我点 哎 那就分给你点 那我一会儿请你吃个冰淋冷呀 这还差不多 跪再坚持 以后 每天吃一个 哎 推销 首先要抓住消费者的心理 根据不同情况 展开心理战术 就是看人下菜别 明白了 明白了 真聪明 一教就明白 不是您教的 您还没教的时候 我已经明白了 我没教你怎么明白了 我当然明白了 这是最起码的商业常识 那你都明白了 你还坐着学什么呀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这不都是为了帮你骗我妈的钱吗 不是那个意思 什么叫推销 就是抢买抢卖 明知道你没用 也得想法买给你 啊 就是死人 也得把他先说活了 让他起来再买你的东西 我就不同意您这种观点 嗯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东西对路 再加上货真价实 就后面说这件玉器吧 我这是什么这是 您管管 这是我往摊上买的 准备导给我吧 我先看看 来吧 来吧 您看着用料 嗯 再看着做工 再看着年代 如果您稍微懂孩的话 肯定会知道 它最少要值100块钱 当然我爸就知道的更准确一些 如果我要打算200块钱卖给它 嗯 那肯定就得靠推销了 对 如果我还打算10块钱买给它 是 您说我还用推销吗 他还不上赶着买啊 不是那问题你不就赔了吗 我也不赔啊 这是我花8块钱在小摊上买的 卖我爸10块 我也不贪 想这样一笔就行了 喂等会 那个咱们商量商量啊 你8块钱买的是吧 嗯 不想卖我得了 好不好 10块钱买你 嗯 那不成 这手光地摊好容易才烹着呢 嗯 就最后一下了 卖我8010块 卖你 得20 20干嘛呀 那什么要不15 好吧我就会摆桌上好看 那 那好吧 是要咱们这关系呢 掏钱吧 那个 哎呦 我这还没零的 那什么 那20吧 甭找了 那20 这有点意思啊 柳叔叔 啊 我这就算是把这件东西 通销给您了吧 啊 哎 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光地摊花八毛钱买了的 八毛 哎呃 哎呃 卖了你20 你还要吗 不 就咱老底下那 黃奶奶那摊子就有 嘿我还像你一大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怎么了老董这事 是不是又跟嫂子吵架了 哎呀 不怕呀 也快吵起来了 哦 哎呦 董叔叔来了 快请坐 哎小哥 你董叔叔 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吧 啊 你怎么背后给我下套 没有啊 没有 不是你交云的吗 啊 什么两人做的一份 这个现场采访 哎呀 这个想法把人家这个隐私给套出来 然后通过你们广播电台 给他抖了出去 让人家回家躺着看着大会上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教他怎么进行现场采访啊 是啊 他回家就把我采访了 哎 他说啊 一般的女人一生当中 希望交上三四个异性朋友 那么男人希望交多少 嗯 我就想啊 这个女的都这样了 咱们男的能落后吗 我再说 那咱们也得七八个吧 啊 董叔叔您可真厉害 我厉害 我厉害也没你厉害啊 像我们家音乐唱的什么民歌 民谣啊 哎呀 七八个 七八个 我们要找七 哎呦 那嫂子还不听出来啊 这下面就是你教的了 啊 什么强行推销吧 什么心里头战术吧 哎 说到不良唱也可以 每个月加上一倍的零花钱 那叫什么 我们家云云算是回在你们手里了 我也回在你们手里了 我们传家都回在你们手里了 给待 我们 昨天 都 过't 过 ury 儿 吔